送出谷开来,王立军免死 牵扯出薄熙来事迹大案的中国重庆市前副市长王立军 昨天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受审 他被控巡私枉法、叛逃、担用职权、受贿等四项重罪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王立军包庇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杀人案 并非法收受他人财务约1418万元台币 王立军对四项犯罪都没提出异议 法院确认他的犯罪情节属实 也宣称他因立功、自首可或减刑 反映薄谷开来,涉嫌故意杀人的问题 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,积极协助复查 为公安机关侦破该案起了重要作用 可以对巡私王法罪酌情重情处罚 王立军叛逃是事出有因,并如实供诉其叛逃的主要犯罪事实 是自首 对他的四条件我觉得他是最有因的 外国媒体分析,王立军面临的刑度可能鉴于15年徒刑与死刑间 但减轻为缓其执行 王立军的判决书中未提及薄熙来 因为中共领导层在处理不安上未达成一致 东新闻综合报导